美联储要加息配合缩表了 你真的了解缩表吗 缩表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应对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Rick 在最近公布的2022年3月的美国通胀数据 显示通胀率为8.5% 再次刷新了新高 其实这个数据早在公开之前 市场就早有预期 前段时间所披露的 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当中显示 央行计划加快收紧经济刺激的计划 并且提前开始加息 缩表来抑制猛增的通胀 所谓的美联储缩表 相信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听过这个词 但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这个缩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缩的又是什么表 美联储主席说的三步走具体又怎么去执行 那缩表对于我们2022年的投资市场又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我们是该担心是危险呢 还是机会 我们该如何应对 今天呢 我们就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美联储缩表 来帮大家搞明白最基本的货币供应理论 弄懂了这个缩表的含义 你也就自然而然的会明白宏观经济和投资市场 将会面临怎样的变化 咱们常听到的这个所谓的 扩表和缩表中说的这个表呢 就是指的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通俗一点来说 就是央行自己的一个账本 左边记录了央行所持有的资产 右边记录了央行所持有的负债 这个表呢 英文叫做balance sheet 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名字当中的这个balance 就是平衡的意思 表格的左侧 加起来永远等于表格的右侧 当我们说所谓扩表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个表格 左右两侧的数字同时的扩大 而缩表的时候呢 就是说这两边的数字同时变小 这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 总资产的数字 从2008年到现在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数字呢 在长期以来一直是在增加的状态 在少数的短期之内有过缩减 而在2020年疫情的时候猛增 现在这个数字呢 是将近9万亿美元的规模 这个数字增大或者说缩小 是如何影响我们宏观经济 和投资市场的呢 想要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深入的看一下 央行的资产和负债都有什么 为了方便大家去理解 我就把这个表格呢 给精简了一下 我们都知道 央行是主要用来发行货币的 所以它的账本最应该记录的 就是发行了多少货币 在咱们普通人手上 钱是我们的资产 但是在央行这里呢 它是发行行的货币 也就是它的负债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负债的组成部分 央行所发行的所有的货币 主要存在于两个地方 第一个呢 就是流通在市面上的货币 叫做Currency in Circulation 另一部分呢 叫做Reserve 就是各大银行 存在央行里的货币 我们可以把央行理解成银行的银行 每个银行都被规定 必须在中央银行存上一定的储备金 这个说法大家都不陌生 那这个储备金呢 可以被理解成不在市场中流动的货币 那这些流通的跟不流通的钱加起来 几乎就是央行所发行的全部货币 央行管它们叫做Monetary Base 这也是我们平时所谓的M0 也就是基础货币 央行的负债这一点咱们搞明白了 那它的资产呢 就是相对更容易理解了 央行的资产主要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各类证券 Securities 比如说像美国的国债 以及央行购买的其他债券 比如说MBS 房贷资产化债券 以及疫情期间 央行购买了很多的企业的债券 帮企业度过难关 第二大类资产呢 就是金融机构的贷款 比如说各大银行 从央行借的贷款之类的 这就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美联储对宏观经济的 几乎所有政策 都可以反映在这张表格上 这张表左右两侧必须相等 这就意味着 当美联储想要改变这个表格中 任意一侧的数字的时候 表格的另一侧就必须要发生变化 所以啊 美联储所谓的印钱 它并不是所谓的单纯的印钱 它一定会有对应的其他操作 想要理解美联储究竟如何缩表 我们就先要知道它是如何扩表的 所谓扩表呢 就是让这个表格的这两边的数字 同时的增加 以达到货币供给的目的 具体的做法就是央行 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表格左侧的 这些国债以及其他的债券 比如央行从市场上购买了 1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那这张表的右侧 基础货币的部分就要增加1亿美元 这就是增加货币的供应 就是咱们常说的美联储印钱 实际上美联储不需要真的去印钱 它直接在这张表上改一下数字就可以了 在经济危机的时候 比如说2008年以及2020年 美联储都会在市场上 以大量的资金去购买债券 以实现向市场注入货币 刺激经济的目的 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QE 量化宽松政策 这个QE或者说货币供应量 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利率下降和通货膨胀 利率下降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解释 第一个就是当美联储在市场上购买债券的时候 就会导致债券的需求增加 价格上升 而债券的价格和收益率是成负相关的关系 债券价格上升 收益率下降 进而会传导到整个经济 导致利率的下降 其实单纯的通过货币的供给关系 也能够理解 为什么增加货币的供应会导致利率的降低 其实利率就是借钱的成本 当市场上货币减少的时候 借钱就难 所以利率就要高 当市场上货币供应增加的时候 借钱就会更加容易 所以利率也会相应的降低 这个扩表或者说QE的第二个结果 就是导致了通货膨胀 钱印多了 钱就不值钱了 这个我们就不展开来讲了 美联储通过QE扩表 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向市场增加货币供应 降低利率 市场让借钱变得更便宜 增加流动性 以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 这两年 在座的各位的股票大涨 房子大涨 新房的房贷利率降低 都是直接得益于QE的政策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通货膨胀就是这个QE的副作用 那于是美联储宣布开始要进行缩表加息了 我们明白了阔表的原理 那缩表就更容易理解了 它是阔表的逆操作 它直接的目的就是要让资产负债表这两边的数字 同时减小 以达到减少流通货币的目的 它所带来的效果也是和阔表的效果所相反的 缩表的方法就是美联储主席所谓的三点 第一步在三月份之前逐步减少并停止购买 这叫做Taper 第二步是一系列的加息 我们在刚刚讲的阔表和QE的时候有提到 当美联储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债券的时候 就会达到降息的目的 那么升息就是这个过程的逆操作 美联储直接抛售资产负债表上的这些债券 就会让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有缩小的动力 这种加息的做法是最直接的 对市场的冲击也是非常明显的 利率的上升会降低股市的估值 尤其是成长股的估值 最近科技股遭受重创也是这个原因 那第三个缩表的办法就是叫做balance sheet runoff 美联储不是买了很多的债券吗 那这些债券都是有到期日期的 这些所谓的balance sheet runoff 就是当这些债券到期被偿还的时候 美联储就直接把账门的左右两侧相对应的数字消掉 而不是选择再次把资金重新购买债券 很多媒体把这个所谓的runoff本身翻译成了缩表 那我认为并不是很精确 因为咱们看到所谓的缩表 就是让资产负债表的数字减少 它的方法有很多 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 而balance sheet runoff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那通过这个三个方法的组合 美联储能够实现缩小资产负债表 减少流通的货币 提高利率从而控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但是这个做法也有它的副作用 它会抑制经济的发展 美联储主席在听证会上认为 美国的经济能够承受得起缩表所产生的副作用 但是鲍威尔之前所谓的通胀是可控的 但是现在通胀已经达到了8.5% 所以想要同时抑制通货膨胀和减少对经济的负面效应 是相当有难度的 那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 美联储将会如何进行缩表加息 那么2022年的投资上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股市是否会崩盘 楼市是否会低迷呢 其实决定市场走向的往往不是已经知道的信息 而是取决于这些未知的消息 当现实发展符合市场预期的时候 市场的震荡就不会有那么的大 但是当市场的发展不符合市场预期的时候 市场可能就要闹情绪了 这就是为什么市场往往是难以预测的 现在已知的信息就是 美联储要在5月份进行缩表 然后连续的加息 但是我们不知道具体要加多少 加几次 以及未来各项经济的指标 或者通货膨胀是否能被抑制 疫情如何发展 房地产具体的供需关系 是否会再次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这其实啊 都意味着2022年的市场 唯一的确定就是市场充往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大家可能觉得我说了一句废话 那其实我主要是想提醒大家 今年市场的变化速度可能会很快 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尤其是现在俄乌局势也不是十分的明朗 如果真的出现反转 俄罗斯输了 那么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是难以预料的 那距离俄罗斯为国战争纪念胜利日 5月9号也是非常接近了 并且好巧不巧的是 下一次美联储议席会议的时间呢 是美国的时间5月3号到4号 也是非常的接近 估计到时候市场会有非常剧烈的震荡 不确定性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灾难 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呢 可能就是重大的机会 因为战争可能是几十年难遇的机会 疫情呢也是十几年难遇 市场有波动才有人去做 是机会还是挑战 其实取决于投资者自己 谢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为我们点赞评论以及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